到目前為止,大家知道在冬季奧運中 金牌數量是中國領先美國 掌牌數目是美國領先 我想他們已預早知道 幾個大媒體排斥掌時排過掌牌數目 不是排過金牌數目 跟這些媒體以往的表現完全不同 為甚麼呢 可能他們預早知道中國運動員的成績 會比美國好 在金牌數量上 所以他們選擇掌牌數目 不排金牌數目 無所謂 排斥掌一樣 但我們大家國家 任何地方供應都是排金牌數目為主 目骨練學 所以我跟大家報仇 以金牌數目為主要的報告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美國除了 排金牌榜 或者獎牌榜 跟一般我們認知不同之外 似乎他們好像輸不起 譬如游泳那邊有人輸了 沒了金牌之後 賴 俄羅斯可以參賽 當然俄羅斯因為政治關係被人家 整個國家制裁 不准參加 但他現在用俄羅斯的 奧運委員會的資格出來參加 別人有得參加 參加 大家在體育場上 比賽 都是說到底誰游得快些 誰做得好些 無論 那個人是怎樣 但他現在輸了之後 就說 咦咳咳 俄羅斯 沒理由可以參加 他們又不知道 會不會有各種藥物 老實說 關於 游泳 或者其他 比賽項目 裏面 採用藥物 這是一個非常難 界定的東西 到底是普通的補品 還是可以利用藥物 使得運動員的體能加高 這是不是很難做的事 所以一直以來 這也是一個貓和老鼠的問題 運動員當然需要吸收大量的營養 可能要吃補品 到底補品本身 會不會成為被禁的藥物 看看你可不可以 試口檢測到 運動員有沒有吃補品 所以這條線 一直以來 都是很麻煩的線 當然 我 不是運動員 我亦都不贊成 用藥物 來提高你的體能 但是 這個提供體能和補品 的線 是很難搞的 另外 我們看到很多運動員 背部上有一個個紅色的圓圈印 這就是中國用拔冠方式 我發現現在 中國運動員是少了 但是西方很多運動員 背部全部都是這樣圈的 似乎他們很相信 拔冠可以 幫助他們 無論是 解除疲勞好 或者增加他們的 能力好 我們看到有不少的 運動員 身體上有很多 圈圈在這裏 我們 中國人知道 這是 在拔冠之下 做出來的效果 另外 我們也看到 美國的媒體 亦都不停抹黑 中國運動員 拿金牌這件事 現在這裏我就會接一個 在下面那裏 描述到有一個 New York Times的報道 New York Times 說到中國的運動員是慘了 完全是沒有人身自由 亦都是沒有權選的 中國政府 在民間大量找一些 有天分的兒童 把兒童分流去一些 美國認為不重要的項目裏面 然後讓他第一項目可以取得金牌 然後使得 今次 奧運會 中國金牌比美國多 老實實 去到這些 這麼高水準的 比賽運動裏面 那個訓練 是非常之 嚴格 還有用很多時間 這是一定的事 無論你是哪一個項目 我女兒以前 小時候 不是現在 小時候 她是游泳的 她的游泳訓練 每天早上午 6點開始 游到8點左右 然後上學 放學之後 大約是4點多 5點又開始訓練 又多一個多小時左右 然後 這是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通常都有個特別的訓練 可能是整個早上午 不是只是上午6點多小時 游到8點多完 可能 搞很久 搞整個早上 接著是星期日 很多時候參加 各種地區的 比賽 所以 運動員 所花在 那個 他的項目 裡面 所需的時間 當時 我都 已經很明白 我女兒 小時候 所以他們的訓練 那個強度 當然沒有 差不多 職業的運動員 的強度 如果 運動員本身 自己 是沒有興趣做下去的話 這個是沒有 可以維持的 就是說 因為 你的強度很高 而且所用的時間 很長 所以 一定是有 國家幫手 或者有地區 有政府幫手 支持 才可以 達到這個水平 任何的 這樣的高 高水準的 比賽的運動員 全部 都要是職業運動員 換句話說 他基本上 全職 就是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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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訓練時間 可能 八九個小時 十分鐘 你要去到這個水準 就是要這樣 這個 無可秘密 是不是只是中國這樣 肯定不是 我剛剛跟你說了 澳洲這個例子 還說 我小時候 是十歲左右 的情況 是這樣的 強度訓練 大家可以想像到 去到 奧南帕 A-A-Kup 那些運動員 他們是全職運動員 澳洲這裏的 游水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這裏的 游水運動 是很受 整個國家的支持 所以你運動員 可以 全職 全職 做運動員 大家可以想像到 美國不是這樣嗎 一樣是這樣 但是 很明顯 起碼紐約時報 就說到 好像美國 中國政府 就這樣做 他們不會這樣做 這是錯 當然 中國人多 以現在來說 中國也有足夠的 體育的重視程度 所以 有些有天分的小朋友 很早就會被 地方的隊伍留意到 然後在地方 出線 出線就會被國家隊留意到 於是國家隊可以提供 一些更加高強度 更加高水平的訓練給他們 小律師 他們現在出來的成績非常好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這是很明顯的現象 舉一個例子給大家 有一本書 叫做《The Outliers》 作者 是 Malcolm Gladwell 他的書中 講了一個故事 就是在加拿大 大家知道加拿大最受歡迎的比賽 就是冰上棒球賽 他們贏很多 當然 這是全國熱衷的運動 大家知不知道在國家隊入面 這些球員 大部份 是誰月份出生呢 奇怪 為甚麼跟月份有關呢 大部份都是在年頭出生的 為甚麼 我可以用回我女兒的例子 我女兒是在年尾出生的 但是 當她參加年齡賽的時候 就是看她當時的年齡 年齡何時計算呢 就是 那年的31日 即是年尾 因為你年尾出生 所以你離開你的生日日期 你的年份離開生日期 就短 一個月都不到 但是 一個比她大 10個月、11個月那些 在年頭出生的 都是在跟你一早有的 因為她是同一個年齡 大家想像一下 在小朋友那時 相差 一年左右 十幾個月的 時間 身體的能力相差多遠 很大的 因此 要在 這樣的年齡之下 能夠游到任何東西 拿到獎牌 要麼你特別好贏 要麼 就被年齡比你大的拿去 因此 在加拿大裡面 那些 冰上棒球 因為她一樣是用 12月31日 作為止日期 所以 被 地方 留意到 那些 隊員 自然就是 年齡稍為大 同年 那些 其他隊員 所以這班人 因為是這樣 所以他們得到 更加多的訓練 入了 譬如地方的隊 或者入了 州的隊 然後 慢慢去了 國家隊 當然在不同的隊裏 你所受的訓練程度不同 強度不同 次數不同 而質素也不同 因此 這些年齡稍為大 那些 運動員 那些 冰上棒 很多時候 就著數過 接近年尾出生的人 這個證明到 其實 先天後天 都對 運動是有影響的 既然是這樣 自然可以想像到 任何的 高強度的運動 都有同樣的問題 當然 在中國 人多 那麼多 選的 選拔出來的 選手 當然 就這樣 從數字上來講 已經 強過你了 多人 自核人 找到那些天份高的人 多 這是第一 第二 現在中國運動上的訓練技巧 亦追上了國際水平 因此 在大家的運動技巧方面的進步 來自 教練好 來自國家的 培養好 現在中國都追上來 不像以前 我根本 飯都沒吃飽 哪有時間去做這些 所以 選的 運動選手人多 培養 那些選手 那些 投入 絕對不少得過美國 在這樣的情況下 自然人多 現在 只是以幾個 多了幾張 幾個金牌領先 我覺得已經稍為少了一些 其實應該更加大比數的領先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除了 人口有一個 貢獻之外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澳洲 澳洲只有2000多萬人 連上海人口也沒有 但是 可以在 奧運榜上 排第四第五名 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 因為我們澳洲的確是很喜歡運動 各種各樣的運動 都非常狂熱 我們基本上就是 星期一至五番公之之類 六日的時間就全部放在運動上 所以自然地 是我們這裡的成績 是比其他國家好 尤其是我們 澳洲的 游泳的成績 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就是 特例 但是 正常來說 你的國家人口越多 出來的運動員 就應該越多選擇 即是 成績會更加好 當然 說了這麼多 有一個 反例 印度 印度的表現非常不好 沒事的 國家太窮 無法支持 好像等於 中國開始的時候 在改革開放支持 中國一樣是無法在 運動上 有大的投入 當國家慢慢富強了之後 自然就可以 對這個投入 以此我們不要忘記 中國對運動是非常注重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中國所有的 學校 早晨 有集會 集會是有個 集體的體操 這件事在澳洲 絕對沒有 每一間學校會有這樣的 全班學生在這場地 一切都是 集體做體操 想都不用想 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將這件事介紹給這裏的人 他們 就覺得 很奇怪 沒事的 這證明 中國的確很注重 年輕人的體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會不多 金牌呢 是不是